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资讯大爆料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五季已经播了四期了 大家都看了吗?我反正是每期都在追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妻子的浪漫旅行就是一台大戏 刘涛带团,妻子团是钱海露,蒋金金,张新月,周杰 外加,甜妹吴轩宜和霸总代言人张翰 如此新鲜的阵容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看了预告,首尾剪辑的戏份怪紧张的 每次节目组都这样 在此还是希望芒果的剪辑不要这样搞事情 每期预告看的都是瑟瑟发抖 明天的内容很有料 我的小板凳已备好,坐等吃瓜 这期的内容是拍摄海上MV,状况频发 突发事件连出,妻子们相继晕穿 就连团长刘涛都顶不住了 而团长小助手张翰却不顾妻子们的感受 只忙着看镜头拍摄 再保一条,再保一条,是位要求严苛的新人导演了 团长刘涛呵斥,你看你都站不稳 还让我们在这跳 张翰直面硬刚,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随后夫妻离开争吵不断 妻子们直接崩溃,就连丈夫团都抱怨不断 林峰直呼张翰还是好好回去演戏吧 拍摄是否能顺利进行 到底是什么情况,节目里见分晓吧 除了这个,本期还有最有看点的一段 就是在旅行途中,刘涛发起了一个八卦话题 大家在车里大爆情史 有的过往连丈夫团都不知情,刺激 先是吴炫怡和张翰自爆初恋 吴炫怡的初恋每次放学都会在学校门口等他 张翰说他就是吴炫怡初恋那一挂的 属于默默守护型 张翰的初恋戴眼镜,面对喜欢的女孩 他直接告白,我喜欢你 结果女孩看了他一眼,转头就走了 后来整个学校都传开了 真想知道他是谁,竟感对汉哥这么不屑 秦海璐说他在学校演出的时候 遇到一个男孩子,在那位穷追不舍的追击下 最终沦陷了 周杰自爆,在跆拳道馆曾遇到过一个又高又帅的男孩 一见钟情,让他有情窦初开的感觉 后来走在了一起,镜头转到邹凯 坐在演播室的他,当下就紧张了 因为邹凯不知道这段过往,周杰也太赶了 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哈哈,搞得凯哥很是尴尬 蒋青青则说的是和陈老师的恋爱经历 陈老师当年是死皮赖连,写情书 又磨又泡的,才把美人追到手 看来男孩子追女孩子,脸皮还是要厚一些的 恋爱小妙章都记住了 张新月给林峰打电话 在镜头前一笑恩爱的两夫妻,林峰竟然拒接电话 气得张新月当下就哭了 坐在演播厅里的林峰不知所措,原因不得知 我想当时肯定是风哥准备小惊喜去了 怕暴露,所以挂断了电话 总言之,夫妻之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矛盾总有羡慕,浪漫如约而至 让我们一起守候本期的妻子浪漫之旅吧 好了,今天的娱乐大爆料就结束了 如果你对我的观点感兴趣,记得订阅我哦